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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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再問下去 如果我再扣氣一點去形成的時候 再少一些氫氣會是怎樣呢? 我們知道去到另一個極端就是什麼呢? 如果少到好像土星木星那樣就是土星木星 土星木星就是主要以氫為主的一個行星 它裡面都很熱 但是它的溫度就絕對不足以去點著核酌變反應 所以我們自己的太陽 是不是只有一個發光發熱的星體 那個叫太陽 然後有些那些的星體叫做成份比較像 譬如好像木星、土星這些 它的大氣外面主要就是氫氣為主 它裡面應該都有些重點的元素 也有些氫氣在那裡 但是它的溫度和壓力不夠大 就是點不著這個核酌變反應 有人就會問 那個中間的中介位在哪裡呢? 就是究竟它累積到多少才開始點著呢? 而且如果柱身在中間的不湯不水 又做不成這個行星 但是又好像對於行星來說又大了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是一些什麼東西來的呢? 其實就是我們這一節開頭特別要講這個叫做 Drop Star 或者有人叫Drop Star 危機星的一堆這樣的東西 它又不是完全不發光 但是很可能因為它還有一個 譬如說就算土星、木星它也有一個溫度 但是不熱 如果多些氫氣的時候它也會有點熱的 那它就有一個純粹是殘餘熱量給出來的一些溫度 有時候有些就會有人懷疑 可能裡面都是很輕微 不小心產生到的核酌變反應都不奇 就視乎它多大多小 但是主要來說 它都是不能夠很有效地發很多光發很多熱 那它就可能在一個紅外線的光譜那裡 就會比較活躍一些 所以很難看的 我們在宇宙深處找一些紅外線的東西 現在譬如那個James Webb那個望遠鏡 它是會找這些東西 它有很多星際氣體原本找不到就找到 而很多時候可能那些星際氣體會發光發熱 或者可能有機會就是來自叫Drop Star的這些東西 這些矮星的東西 那因為它比起紅色還要暗 那有人就說那叫Brown Drop 那叫中矮星 就是中式的中 即是啡色的那個意思 那其實講到一些叫Brown Drop的東西 就是講一些叫做不湯不水的這些這樣的星體 比起行星重 比起行星輕 但是它很暗 很難找 OK 但是我們一旦找到 其實就已經很大發現了 所以剛剛這個星期就有一個比較重要的發現去公佈了 那就令到我們了解這些叫做 這些叫做矮星的這些這樣的 就是對矮星的認識多了 但是剛剛講的那個特別的地方 但是這次去找的時候發現了些什麼東西? 其實它發現是在1995年已經發現了 它說這一堆這樣的星系 就離我們18.8光年這麼遠 其實很近的了 因為離我們最近的那個太陽就是四光年左右 那麼離我們四光年那裡 其實不止一個太陽 其實有三個太陽在那裡 而其中有一個是暗一些的 就比我們太陽弱一些的 那麼那個我們叫它做一個叫做矮星的了 但是它叫做矮得來就叫做光一些 就是比太陽弱一些 那麼再遠一些去到18.8光年有另外一個 它就只有80%太陽那麼厲害 那麼我們知道看到那個矮星是這麼多的 但是更加奇妙的就是說 原來在這個矮星的外面 是圍繞了一對更加矮的星 矮到怎樣的樣子呢 就是只有70倍木星那麼大的 很有趣啊 就是我們旁邊的那個太陽 另外的那個太陽系 它那個發音我不知道怎麼發 它是叫G-L-I-E-S-E G-L-I-E-S-E 那麼這個這樣的 以這個名字來明明的一個外太陽系 那麼它的太陽就被我們的太陽打了一個八折 但是它們的木星土星 又比我們的木星土星強了幾十倍 這個配搭挺有趣的 挺古怪的星系來的 而再多一個古怪是什麼呢? 我們一開始就看到它外面是 這個這樣的只有八成的太陽仔 外面是有東西圍著它轉的 OK? 那塊東西大約是70倍 就是木星的質量 但是如果它是70倍的木星質量 我們一開始就知道它存在 但是現在因為我們有更加好的天文觀測技術的時候 我們就慢慢發現看到 它這個這樣的 就是70倍超級木星 這個東西 又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光 因為其實它如果物質越多 它對應的那個光度都要是光一點的 因為它會熱一點的 因為多些氣體在不停地壓縮 它會是熱一點的 就算它沒有核聚變反應的話 它照計都有一個強一點的信號給我們看到 但是事與願為 那麼我們一直不知道為什麼 那麼到後來我們才發現 原來那裡不是只有一顆東西的 到在這次發現 當我們有好一點的解像度的時候 我們看到原來那裡是兩顆東西的 是兩個超級木星在這裡 互相圍繞著大家轉 他們互相圍繞著大家轉之餘 就兩個一拼又一起圍繞著他們的太陽仔去攻轉 原來是這麼奇怪的一個過程來的 那麼現在第一次了解到原來發生什麼事 原來是有一些的訊號就被另外一顆遮了 而且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在那個超級木星上面 不是只有氫氣還有甲園 所以就更加肯定它不會是一顆正式的行星 因為正式的行星上面 就不會讓你在表面看到有甲園的訊號 就是氫氣的訊號 頂多讓你看到有害氣的 但是譬如像我們的木星土星 我們都可以看到它主要是氫氣 但是其實另外還有很多的甲園氣在這裡 那麼這個也都同樣在那個天王星海王星那裡 我們都會找到類似的東西 甚至乎海王星和天王星它的顏色為什麼是這樣呢 我們就說就是因為它們的甲園 就是它的沼氣給出來的結果來的 嗯 那麼一看圖其實就看到那個軌道 就是它用了不同的顏色的線就弄出來了 那麼它這種這樣的矮星呢 它是會維持多久就會變的? 按照計它是穩定的 因為它不是一些走到生命末期的星 就是我現在講的 就是無論是這個外太陽是上面那個 只有八成的太陽 還是它那些超級木星 圍繞著它轉的超級木星 就是它們現在都在一個穩定的狀態那裡去運行的 所以呢 但是這次的發現就是什麼呢? 它是離我們這麼近 它就變成了成為呢 去幫我們去了解在宇宙其它深處的 這些矮星的一個很好的材料 就是因為這個一向是缺少的一環來的 我們知道應該會可以有這樣的新天體 但是這樣的天體它是佔的比率多啊 它的行為是怎麼樣啊 具體會是怎麼樣呢 我們就沒有一個現實的資料給我們看到的 現在似乎就是有了這個這麼近的發現之後呢 就令到我們可以豐富到對於這些叫做 但是它長遠來說 對於整個那些太陽系的那些演化 會是令我們去了解多多少呢? 那這裡就暫時就有待未來的發現了 但是為什麼它兩個如果環境的時候 那個軌跡會是這樣的? 它們兩個因為質量差不多 所以就有一個啞鈴這樣去圍繞著大家轉 那譬如在太陽的眼中 我們地球和月亮都似乎在互相圍繞著大家轉 那當然就是因為地球比月亮重很多 所以你主要就是月亮圍繞著地球轉 但是其實月亮都對於我們的地球有些拉扯的 那譬如它對我們地球的海水潮直就是一個拉扯 是不是?令形狀改變了 但是如果譬如有一件事 它那個地球和月亮他們兩者之間是不相伯仲的 那不相伯仲的地步 你根本上分不到哪個是地球 哪個是主要的行星 哪個是衛星 它們就會是兩個自己圍繞著對方去轉 但是兩個同時間都圍繞著他們的太陽去公轉 就要有這樣的情形 但是這個很有趣 因為如果太陽那天它是一個星星 這白矮星都是星來的 令一個兩個星圍繞一個更大的星去轉 這件事情是不一樣的 這裡千萬不要將我們聽過什麼白矮星的概念去撈亂 如果說白矮星 大家用矮星這個字 其實英文也是這麼壞的 它也是用了drove這個字 在天文上面用到drove這個字 至少有幾處 現在我們講這些 變不成太陽 但是又比行星重的一些叫drove star 接著我們以前試過將冥王星踢出了不算做行星的 我們叫做drove planet 矮行星 然後有一些超級巨型 譬如我們的太陽 它走到生命的盡頭的時候 它會變成一個叫做白矮星 專門講一些已經是消失海盡的一些行星最後的一個命運 所以現在我們要留意了 我們這次看到的這堆東西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打了折扣的太陽 外面圍繞著兩顆不湯不水的行星 它這兩顆行星是超級重的 OK? 有人就說它重到一個地步 如果再重一點 幾乎就可以是會產生好像恆星這樣的行為了 OK? 但是它又去不了 所以就叫做drove star 就是這樣的意思 如果我們再看看 其中一個研究員是Rebecca Openheimer 這個Openheimer和這個Openheimer 那個Openheimer有沒有關係呢? 真的不知道 很少人這個姓 最重要是大家都在加州的這些地方 是不是? 就是先前那位我們提的另一位Openheimer 他曾經在Berkerley的那個活動 這個真的要看看了 是啊 不知道 總之就是叫做Openheimer 總之就是猶太性來的 這個 如果它那個現在去看 其實我們看那個天文望遠的水平 是越來越高 是看到有些什麼 這麼多的科學發現 那你只能去指望就是說 它有些 又近得來 原本很暗的可以看得清楚 OK? 另外就是 有些更加遠遠看不到的東西 都可以看得清楚 那這裡你可以數到幾樣東西 那除了就是宇宙深處 一些其他新的星系 我們會看得到之外 對於近的話 就是一些我們已知星體上面 裡面未知的成份 我們會看清楚 然後還有就是說 可能就好像今次這樣 一些很近 但是原本我們看不到的一些 好像這些不發光的東西 我們又會找得出來 那所以呢 一有了強的望遠鏡 就不是只說 天空上面我找到的光點會多了 不是只是這樣的 是對於簡直是可能光點和光點之間一些 很暗紅色的部分 我們會再看清楚些 再加上就算是對於近的東西 它們上面的一些原本我們不知道的成份 都可以搞得清楚 那這個才是最有價值的地方 剩下一點的時間來講講就是 現在我們知不知道那些隕石是怎麼下來的? 在哪裡下來的? 那其實就大致上 我們不會仔細講的 我們地球 偶爾也有隕石跌下來的 那現在我們就可以論證到 其實這些隕石大部分是來自哪裡呢? 就是我們的小行星帶 那裏 就是火星和木星中間的一個碎石帶 那這個位置 現在到這一刻為止 都是很多那些小行星在上面 譬如有些叫谷神星 愛神星那些這樣的東西 而且還有很多其他的碎石 甚至乎我們相信 在今時今日 一些比較和我們地球軌道相近的一些小行星 譬如我們以前經常提到一些叫龍宮 這些這樣的小行星 應該都是來自那個小行星帶 有人甚至會說 那個曾經撞下來地球的某大隕石 都是來自那個小行星帶 而且我們今時今日就是說 就是至少有70%至少 都是來自那個一帶的了 然後中間呢 你說曾經有一些是在地球上面 牽涉過很重大的事件 在地球上留下痕跡的呢 也都可以數到好幾次了 不過今天我們這一節就沒什麼時間去講了 好 那我們這一節就結束了 我們下一節就回來 好